某居士到处讲学习心得 公开要钱收供养 供养的钱少了还不接 可佛在世时并没有收过钱 这是否需要赴因果的 接受供养 如果修不好 不能往生负债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 他底下还有一两个小题目 那这些事情我不说你都知道了 夜莺果报丝毫不爽 杀生要还命 要偿命 欠债要还钱 因果通三世 没有人能够避免的 了解四十真相了 决定不肯干这个事情 这个奖金做发挥 收勤 这个我见到过 我也听说很多 有些在国外 国外连续受皈依都要收费的 皈依灌顶都要收费 都有一定的价值 这个是现代的宗教的佛教啊 古时候没有 当然你们知道 释述昌摩尼佛的时候没有 释迦摩尼佛 当年才是 他的 跟他出家的弟子不少 我们在经本里面看到 常随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这是佛到哪里都跟到哪里 这个团体相当大了 他们生活的方式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接受在家弟子们四肆供养 这个要记住 生活是必须的 应当接受 第一个是饮食 每一天出去特拨 不管供养多少 这都一些饭菜 那这个要接受 第二个是衣服 衣服绝对不是每天都有供养的 实在穿破了 穿的不能再穿了 补的不能再补了 有好心居士供养 可以接受一件衣 第三个是卧居 其实卧居 其实我们今天讲一个被单 现在你看很多出家人 铺在拜殿上拜佛的叫居 那个居就是卧居 晚上睡觉 铺在地下 他树下一宿吧 第四个就是医药 生病的时候 接受医药 除了这四样 都不接受 供养钱财不接受 那供养房屋了就更不接受 供养土地房屋要接受了 那佛不就要回家了吗 那就不叫出家了吗 他又有家了 所以佛住在旷野 元节的时候 也在树林里面 不在房子里面 给我们做出 很好的榜样 这是我们 现在虽然做不到 但是要记住 这是最好的典型 最好的榜样 真正能放下 身心才亲近 身心亲近 与信的就相应了 佛法的教学 和终极的目标 是帮助我们 明心见信 就是回归自信 这是终极目标 不是升官发财 不是去疾避凶 大的原则 原理 不能不知道 所以不能做 违背因果的事情 这个做了 自己要承担责任 那是什么事 那是什么事 是什么事 不应该是 是什么事 你会不会毕竟 是什么事 因为能不能做 是什么事 你会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